老师 欢迎深深 欢迎二位 为什么把二位同时请到我们的采访点 当然他们会是在同一台板会上 会不会是同一个节目 而且我们都是湖南人 都是湖南人的关系 看来有很多相同之处 那么我们找找不同的地方 今年参加春晚这个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 特别是张晏老师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今年的春晚 最大的不同可能就是我们要陪伴的 有更多的是就地过年的朋友 他们不能回家跟家人相聚 那我们就一起在春节晚会上相聚 暖在身边 五心安处是五香 那深深呢 深深今年第一次参加春晚 第一次参加春晚 当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 当时反应是什么样的 我没有想到 而且就是没想到能够跟张晏老师一起合唱 就是压力是非常大的 因为张晏老师 他就唱歌能力 我完全都不知道怎么去形容 因为实在是真的很厉害 那么今年二位给我们带来这个节目 他的内容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主题 特别温暖的 像歌名现在应该可以说了 灯火里的中国 灯火里的中国的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人就感受那种灯火下的温暖 对 就像我们的歌就特别像是 大家可能回家看见家里那点灯 灯亮的那种感觉 对 就是永远在守候你的那盏灯 也许我们小的时候家是一个房子 但长大之后呢 我觉得家就是一份温暖 他时刻陪伴着我们 那春晚是什么呢 两位觉得 春晚其实现在已经在我的心目当中 变成了一种温暖的陪伴 我觉得家的味道 我觉得 因为就很多时候 像之前在外面读书的时候 你要去想跟家里人一起过年 你可能感觉打个视频电话 你不可能一直通着 就感觉 但是只要同时打开那个频道 去看春晚 找到一个渠道去看春晚 就觉得 我就在跟家里人一起过年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种方式 就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替代的 而且不管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任何一个地方 你只要能看到春晚的这个舞台 然后自己就觉得 我在跟家人一起 在度过除夕 在过春节 晚上见